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會心點推嗎? 太可愛了吧 可愛いですか? 快點登山電車來了 我們要坐這個上山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好,今天是第二天早晨 我們在強羅車站這邊 準備要搭第一班的電車上去大勇谷 這邊看地熱的地形 然後這是電車 大家可能看不出來這個有多寫 可是 這這個我猜大概至少有15度以上 這是車廂 這是第一班車 每個都沒人 大家好我是Nini 最後是公園公園 公園公園 對面剛好又一台登山電車 準備要下來 哇,這裡還有一個 石椒或是椒茶田 大勇谷 大勇谷 大洋谷 東原台 街道 大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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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原台 要坐上去咯 來那個information的地方說 今天能見都不好看不到富士山 殘忍です 這個view也太棒了吧 很好玩 走才很好玩 你在幹嘛 對啊 就往大涌谷方向 GO 開了懶車從你後面過來 哇 停了 又動了又動了 後面是我們要坐的懶車 謝謝 謝謝 有看到 在開的懶車 還沒看到 這下車 要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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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你不在那邊 可以嗎 要去到 然後 他真的...他真的有在冒煙耶 我們到了這邊有一些小攤販 可以來尋找一些吃的東西 大永古特製咖哩 我要吃 這是巧克力嗎 這是吃的還是 這是...白飾啊 你要的這個啦 世界遺產 這裡竟然有賣一些人具耶 太酷了 香坑的 香坑的耶 很可愛 這超可愛 它是泡湯的那種粉 所以它是從大永古挖的嗎 這是什麼啊 洗澡的 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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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型的 這裡 這不是吃的也不是喝的 請勿勿使 很像耶 超大小分 快木的蛋蛋 這是吃的嗎 不是 快木的雞蛋 它有快木耶 香根限定耶 這是溫泉 溫泉用 它是... 好臭喔 黑蛋石鹼 太臭了 它是燃美肌 所以它是洗臉用的 香根限定喔 黑蛋石鹼 洗臉 也會黑黑的 之類的 今天的第一餐 來大永古喝咖啡 吃蛋蛋 吃蛋蛋 奶味真的比較重 咖啡味比較少一點 它就是牛奶 它是奶味很重的馬鐵 所以咖啡很少一點 看我的蛋蛋很香 很香啊 平均用純爛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一種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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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蛋的味道 鐵蛋的味道 鐵蛋這麼硬嗎 對喔 但是有一個 平常說它是煙燻還是什麼的 真的會有一個很像 煙燻火腿的那種味道 喔 你再要捏牛蛋 你來這邊打油谷牛蛋 你怎麼搞錯 對啊 我還不給 你要捏哪一個啊 這一個 確定一百塊錢 嗯確定 這麼多的 四百塊 四百塊啊 哪裡啊 這麼貴 哪邊啊 鑽它 要哪一個 為什麼你覺得是它 你有看出來什麼東西嗎 因為我要到餅乾 對 我看到蛋蛋 你說哪一個 這個 蛋包飯喔 這個不是蛋包飯 這是可麗餅 PACO餅 那你不用吃早餐 你今天吃這個就好 蛤 這是PACO餅 它上面很大 你看現在雖然說 後面雲霧繚繞 可是山上氣溫大概才十幾度 對啊 真的很冷 一出來就很冷 外面這個實在是太壯觀了 台灣真的沒有這種地形 真的一定要來看一下 這有一個大勇谷大黑蛋 這個是什麼 溫泉水族的薯條 巧克力喔 你看大勇谷限定 它不算是一種蛋 糕點類的東西 長這樣 它這邊有人氣的展示櫥窗 人氣商品 所以 No.2是黑饅頭 現在來 排隊買 溫泉大黑蛋 哇 人滿為患 欸 2 2 YEAH 坐在蛋蛋椅上是蛋蛋 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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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黃 黑蛋蛋 好黑喔 來試試看 到底怎麼會這樣 哇 燙燙 真的喔 所以這是硬的喔 硬的啊 沒有啦 很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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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黑的蛋蛋喔 那到底是怎麼用的啊 有一些人是不是吃水煮蛋會沾鹽巴 真的嗎 有一些好像會耶 所以它會沾鹽巴 你坐下來手手讓我接一下殼 外套拉起來 挖起來 挖起來 唉唷 我救生蛋白沒有過幹活 等一下還要再吃一顆 很好吃嗎 嗯 跟我來試吃 大黑蛋 很燙 說真的 我吃不出來有什麼 跟水煮蛋不一樣的地方 欸 我買了一個 黑咖哩包 來吃吃看看 長這樣 裡面很黑耶 超黑的 那有黑色咖哩耶 它的咖哩味非常的重 很濃很香 而且它不是很甜的那一種 好吃 這邊推薦一定要買 很多外國人 剛才也在買 你會不會等一下又要再吃一個 其實它的麵包 麵包很Q耶 麵包 然後跟它裡面咖哩醬搭起來 這是很好吃的 這就是它的醬 它的醬很多 它的醬 內餡醬很多 它會滋滋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 可能會重了一點 但是是好吃的 對 好吃 你現在要幹嘛 在一張 大永谷車站的紀念章 就這樣嗎 放好 放好了嗎 好漂亮 我們要這樣子 這樣子 大永谷紀念章 我們現在要離開大永谷 要坐另外一個攬車 去桃園台坐船囉 大永谷飆高1044 我們現在來到海盜船了 突然開始下雨 好冷 海盜船就是要下雨了 你看海盜船裡面很大有沒有 好漂亮 好漂亮 它的急救箱是一個寶藏的形狀 它外面是這樣 直接可以出來 一個甲板 整個view是這樣 旁邊還有一個大炮 這邊是船頭的部分 應該是VIP才可以上來的吧 旁邊還有可以爬上去這個第二層那個圍桿的部分 準備開航了 這個圍桿的造型真是太帥了 不過現在天氣越來越不好 開始下雨了 而且風越來越大 有點冷 我們現在現在下船了 我們在香根亭港這裡 準備要去園香根港 那步行大概離10分鐘的時間 如果不想步行可以做公司 我們是坐H線在這裡 大概開車可能6分鐘就到 我們現在來到園香根港旁邊一家 餐廳叫做Bakery Table 它三樓 有一些Blaunch可以吃 看起來不錯 而且在Google評論告它 4顆星以上 哇 其實很多 看 看麗麗有足 好吃嗎 應該快是包什麼口味 其實都一樣的 原來是番茄 那我試試看 這是咖哩雞肉吧 它的咖哩又跟我們早上吃那個 黑包不太一樣 它也是很濃的那一種 可是好像 稍微 比較辣一點點 果麵包 果麵包 然後上面有點像是 魚塊 然後果粉要稍微炸黃 這魚味道還蠻重的 像我們在吃那個 回傳壽司的那種魚的味道 上面是那個洋蔥 你看看起來蠻好吃的 麵包 麵包 麵包好像很脆 麵包很好吃 嗯 魚的味道很重 它的魚是冷的 很好吃 這個是南瓜濃湯 生火腿 蛋 沙拉的 沙拉 我剛才咬了一口麵包 它麵包實在太大塊 整蟲蛋沙拉咬起 太大了 它的份量很夠 因為它每個麵包 就是那種切斜長形的 它中間的 配料都 你看看蛋沙拉 這麼厚一層 沒辦法 蛋沙拉實在太厚 它是一個那種 像煙燻火腿那種 德國的那種 它那個很重的那個煙燻的味道 喔 OK 很重 半果麵包 哇 那個是起司 這是我們今天晚上要住的小木屋 哇 哇一進來這邊有個小客廳啊 它這個是全部都是Hinoki的嗎 很酷耶 它就是一個Apartment的概念 左邊就是廚房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些炊煮煮飯 然後中間有個小 Living Room 在這邊是讓人家交椅 所以這間可以住很多人 你看它有 那個讓你 座位 然後沙發 小交椅廳 你後面是富士山 有沒有看到 不過我們到了時候晚上比較暗 現在看不到什麼東西 它戶外這邊除了鞋櫃跟 一些擺設的東西之外 它還有很特殊的一個就是提供可以BBQ的完成 可是你要直接預訂 那我們以為在三下吃 所以我們就沒預訂了 然後走廊過來這邊 是個小洗手台 小洗手台右邊 是浴室 它有乾絲分離的浴室了 雖然說浴室小小的 可是又浴缸 廁所裡面有附拖鞋 廁所在裡面也是免制的 兩間喔 兩間喔 那可以同時上廁所的概念 那那個 你不覺得 都有一股木頭香味嗎 樓樓上去 這邊有樓上 走 這個 這個樓梯大概只能一個人通過耶 樓轉這一間 這是睡榻榻米嗎 很大耶 我自己鋪啊 一人睡一間喔 蛤 那一定要我服業 然後這個咧 床耶 哇 嚇死了 這個是直接床 這個是兩間床 兩張床 兩張單人床 這邊還有一個床 一個地鋪 妮妮是在這裡耶 我不要 它還可以鋪啊 爸爸你看 我通過了 你知道嗎 我們這間是最標準的小木屋 它還有更大間 所以更大間大概可以住十幾個人 就沒問題 我們這麼大房間 我們三個人住會不會太浪費 你看 這個樓梯還蠻寫的 它火爐是三口爐 其實也可以組 裡面是什麼 鍋碗瓢層 怎麼都有了 很齊全 非常齊全的設施 這就是一個公寓的概念啊 你看 你過來看了吧 它的那個 平底鍋還是新的耶 給你封住了 這邊還有一個小咪咪吧 現在咪咪在展示 咪咪吧功能 你要不要喝飲料 不要 吃泡麵 不要我要吃餅乾 掰掰 我們今天晚上 是住河口湖斑鄉間別墅酒店 然後 它進來的時候會給這本 有點像是使用說明書 然後它有一些 Shuttlebus的服務 從這邊接駁到河口湖火車站 總共有四個石棟 這是他們的地圖 蠻大的 它除了有小木之外 也有一些 可以讓人家錄影的地方 那我們是 今天是住30號小木 所以 離那個 Reception 上來 其實不會很遠 我現在在試喝 這個 Bost 嚴選高級豆 有一點微糖的咖啡 我覺得 還好 沒有 很有咖啡味 是不甜 可是 咖啡味不重 以我來講 我比較喜歡喝咖啡濃一點 對我來講 太淡了 水味比較多